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兩三個月以來 藍絲藝人去撐警 總是絲絲絲絲 偷偷摸摸 靜雞雞地去撐 就不敢光明正大地超高天下 繼上一次玻璃珠和曹永廉 到訪警察總部警察公共關係科哥樹撐警的照片流出以後 昨晚又有另一宗 當然搞手又是玻璃珠 而今次的女主角就變成了黎瑞恩 事源昨晚一班藍絲藝人整群出動 去到葵聰一家餐廳搞撐警的聚餐 一眾的藍絲和整棚警察就落也融融 今次出席這個秘密撐警聚餐的藝人有什麼呢? 就包括了朱亭軒 李嘉 黎瑞恩 黑超哥和華記正能量楊觀華 這一班藝人去到聚餐的時候 自不然成為藍絲打卡合照雜游的對象 有一個Facebook群組叫做LoveHK真心救港 在裏面竟然有一些藍絲 就去貼出那些合照 這些擺明是豬隊友 因為玻璃珠已經說過了 人家已經三身五靈了 說今晚所有會員都不得外傳 這樣就非常清晰 叫你不要張貼出來 自己私底下擁有回味無窮就算了 誰不知那些藍絲是要貼出來的 而且還留一言 說今晚集人不少 有華記、黑超哥、小恩子、邦尼 還有兩位帥哥阿Sir 可惜要保護阿Sir 就要遮養了 不過我都幫你們用一個帥哥代替的 而且該名的藍絲豬隊友 更加是標籤了餐廳的位置 那你就死不死 這間餐廳就瞬間成為藍店了 多謝這個藍絲的豬隊友 哪有這麼誇張的 哪有這麼笨實的 明知這些撐警聚會就要靜悄悄地搞 不是光明正大敲鑼打鼓 你還要踢別人的餐廳 多得你不少 相信很大機會都被網民列為藍店 因為你明知他搞撐警聚餐也招呼他們 另外一個藍絲 就在 Love of H.K. 真心救港群組提出了一些風聲 多謝Bonnie和Carol 安排如此開心又難忘的聚會 即是說是Bonnie和Carol這兩個女人 走去安排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人 可能其中一個是玻璃珠也不一定 就說你們整晚走來走去忙 不停辛苦了 多謝出席的所有人 整晚好好氣氛 如此艱難的2019 劃上完美句號 接著這句就走漏風聲 他就說期待新年後再次相聚 懷疑這些撐警藝人 就會定期搞這些撐警聚餐聚會 就被一眾藍絲圍勞 這壇當然又反映了那些藍絲根本沒有隊形 也不嚴守紀律 難以保密 人家一早就說了給你聽 不要把相片外傳的 一撲也是這樣 兩撲也是這樣 上次就把曹永廉全部貼出來 這次又到了黎瑞恩 根本上就沒有徵求別人的同意 當然現在時候他們跪了團結 就說什麼都可以 當然要扮大方 至於第二件事 你的藍絲也挺貪小便宜的 根據玻璃珠的一則留言 他竟然是高夫 說誰拿了我整袋鎖匙扣 整40個都不見了 即是說有些藍絲出席這些聚會 肯定是他們自己拿的 即是你連這些鎖匙扣你也要追 真是好心 當然他在這個聚會 其實每人派了一個撐警的鎖匙扣 那個鎖匙扣是寫什麼的呢 寫著 忠誠勇毅心系社會 然後就有一個警察的徽章在那裡 即是專門派這些紀念品 和一些藍絲維奴 但怎料整代都被人拿走了 故事在地區上面 這個蛇齋餅種 這麼容易可以籠絡到這些藍絲 因為他們真的停留在這些貪小便宜 以口腔期 但最近我看了一則新聞 也令人非常鼓舞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滾動民調顯示 到底香港人對新一屆區議員有什麼工作期望呢 旅頭有四個選項 其中最多人選擇的 就是促進民主有43.9% 其次就是政策創新 有28.6% 跟進個案就只有17.8% 而俗稱蛇齋餅種的福利娛樂 只有5.7% 即是證明了蛇齋餅種在這個區議會 他在蛇區當中所佔的比率 即是日漸降低 這個非常之好 證明了市民不再受這一套 即是搞完蛇齋餅種 即是來來去去去就是那些藍絲最喜歡的 我們一般的市民有幾何去就是那些蛇宴 有什麼好吃 剛剛才 自己去吃都行 這麼多蛇王譜 洗鬼筋團 真是多鬼魚 當然出席這些秘密撐警聚會的藍絲藝人 也是相當之有問題 在區議會選舉以前 你都還在十五十六可以說是 你們是民意的主流 你們才是沉默的大多數 好了 當選舉結果已經出來的時候 喂 你這個神話已經幻滅了 你們不是沉默的大多數 而是巴渣的極少數 經常打電話上電台發言 經常在網路上流出的五毛言論 原來根本就是少數派 加上那些種票和旅遊巴 都只有四成 好了 現在你當選舉結果出來以後 依然是選擇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依然是選擇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藍絲藝人 你說是否很有問題 你現在是作出了抉擇 你就選擇放棄本地人的市場 然後就擁抱大陸 擁抱大灣區 問題就是你這樣來打招 你比譚詠麟更加不堪 譚詠麟說起來都是一線藝人 縱然他現在掉了很多粉 跌了很多粉絲 把他的黑膠碟都打爛了 很多他的長年忠粉選擇離棄 他都好 相信他要在紅磡體育館開一兩場演唱會 是賣票不是派票的 都依然是不成問題的 問題就是你現在這些魚圈邊緣人 似乎只是在走捷徑 經常想借撐警來打招 擁抱大灣區 就可以回到大陸登台走浮 賺人民幣 現在大家看到撐警的是什麼藝人 就是那些三四線邊緣人 以及那些在娛樂圈不再走紅的人 一線藝人已經被知側 有譚詠麟和中鎮圖前居之鑑 畢竟連這個瘟奶演唱會都開不成 你不見張學友真的撐警 你不見陳奕迅真的撐警 你不見許冠傑徐小鳳真的撐警 哪有這麼愚蠢 哲濕自己拿屎上身 所以你現在撐警的是什麼人 而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大家可以想想 而且他們其實自己都心知肚明 如果撐警是光彩的話 不用這樣偷偷摸摸 應該就是什麼 光明正大 敲鑼打鼓 超高天下 就告訴別人 我撐警 就不要像曹永廉那樣 收收埋埋 被人踢爆了 被藍絲的豬隊友 把照片登出來以後 才被迫撐警 又在微博上 嘩 現在非常之大 因為你回不了頭 你要記住 現在你逼迫撐警 你現在不是被迫撐警 因為你本身是想隱藏撐警的立場 但被人登出來以後 就沒有了這個所謂的隱藏空間 所以在微博發表大量的所謂 深名大義的言論 甚至乎連抖音的帳號都開了 所以全面擁抱大陸 捉他好運 五十幾歲人才轉頭 這個大陸市場 哪有運行 老實說 大陸這麼多的小鮮肉 什麼什麼 什麼時候輪到你排隊都未輪到你 阿哥 又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昨天晚上在天水圍發生 這些也是令人發指 有一男五女在天水圍銀座行人隧道貼文宣 只是搞連儂牆 竟然被警察去搜身 以涉嫌刑事毀拘捕他們 當中包括了一名年輕的孕婦 老實說 你叫那群正常的市民跪下 已經是不對的 人家已經在貼文宣 很小事 你不知道他貼 你就發張傳票給他 叫他去法庭罰錢 多餘的 你就在那裡拘捕別人的刑委 然後 連這個大陸你又叫他蹲下 他就跪在地上 立刻就在那裡嘔吐 這些就是牽涉到很大問題 可能他是緊張所以導致他嘔吐 或者有其他因素 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大肚婆在那裡嘔吐 當街在那裡嘔吐 你就很應該做一件事 召喚救護車送院來檢查 如果他肚子裡的生命有什麼問題 你那些警察擔不擔當得起 扣了兩萬多元的薪資 不要做那麼多陰質事情 你在餘生 無論做多少行線積覆的事情 你也補償不回 連大妻子你也這樣欺負 對嗎? 你只是扣兩萬多元的薪資 要不要做到這樣 大妻子你就放他一馬 真是多餘 你已經拘捕這麼多人了 不爭在一個大妻子 要不要做到這樣 這麼絕情 最後還要繞了四個多小時才送院 你這群人是不是人 自己苦心自問 這樣就叫做維護法治嗎? 這樣就叫做專業執法嗎? 整群人真是瘋狂 所以到了目前這一刻 還真是撐警 都不可原諒 你撐什麼警 對不對? 撐警 為了一個二分四 撐警 不要愚蠢 有鬼用嗎?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